今次死亡 今年是司馬庫斯矩幕事件十周年 部落對上國家 矩幕案最後迫判無罪 成為台灣司法史上的首例 這十年來 司馬庫斯的挑戰沒有停滯 嘗試在裂痕中找尋新出路 繼續沿著祖先絞跡前行 我們傳統文化部落的版本 他不接受任何文書 那政府他的版本 他自己的意思他家的事 只是現在國家 他不願意去讓原住民族的文化知識 能夠進入到他的管理系統 因為一旦讓原住民族的生態知識 進入到這個管理系統 就會凸顯出 國家在整個管理極致上面的缺失 跟他的不足的平方 他很期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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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 沒有 我們都想要 我們都想要